嗨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星辰 在剧中饰演《铃月琪》 之前有接触过互动影视游戏吗 没有 第一次 刚才到剧本的第一时间 有什么样的感受 懵了呀 这个为什么没有男主呀 第一次去参与到 就是要跟一个摄影机演戏 完全没有对手演员 这种事情很恐怖 你所有的情绪都得靠一个人幻想 完全得脑部一个人 凭空捏造一个人 然后捏他 捏他现在可能在摸你的脸 捏他现在可能准备吻你 就这种 就很难啊 感觉我做梦都要梦到 那您是怎么来克服这种困难的呢 我想象力丰富呀 不能把他想成一个一米白白的大个儿 贼帅贼阳光 您对林月经这个角色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懦弱 很小心翼翼 对我看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是这样觉得的 就觉得是一个 我在不完美婚姻下的一个 很弱小的一个女人 但是他因为离婚这个事情之后 又很努力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您感觉您本人跟林月经有什么相对之处吗 差不多吧 因为我用我自己的性格去诠释了这个角色 我没有想要把他演得很 唯唯诺诺 我就想 努力追爱嘛 这个有什么错嘛 就比较像自己的性格一点 我喜欢这个男孩 我去拉过来 我跟他讲 我就是喜欢你 你要跟我在一起 您本人对故意的印象是什么 渣男啊 讨厌呀 过街老鼠呀 我像打死他 那您觉得现实当中会存在故意这样的人吗 肯定有 而且这种男的绝对超级优秀 又有钱 长得又帅 又会撩妹 绝对是有这样的人的 他肯定有自己超级牛逼的地方 才会让这么多女人为他审婚颠倒 那如果现实当中您真的遇到故意这样的人 你会 还是会上头的呀 女人都逃不过渣男的 知道他不好 但是他就是很像的上头 每一场戏让你印象最深 让我跟故意求婚这一场吧 感觉挺难接受的 怎么会是我一个女孩子去跟一个男孩子求婚 你只能看待我们这款游戏当中的 多分支多结局的剧情走向 挺好的啊 给一个人多一点结果不好呢 就一定非得是好的结局 或者一定是坏的结局吗 这个就能表现出所有的事情 都是势在人为的 没有固定的结果 你做出怎么样的努力 他就得到怎么样的结果 就挺好的呀 挺励志的感觉 太舒服了 五万人迷 真的是每个人都特别喜欢我 嗨 大家好 一定要看林月卿 这个林月卿很重要的 穿得特别的凉爽 可以提高你们对女人的审美 是很不错的选择 其实特别让大家保眼福吧 就可能会耽误你们找女朋友吧 但是这样提高一下审美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一定要来看 拜拜 我的采访到此结束 我给你去找吧 我给你去找吧 这是撒谷 这是撒谷 加油 加油 赶紧抽出镜头烧鸣 做进场 我抓你们场 救人 我给你去运动 这多大小吃 对 然你会帮忙 有 审美 在这里 不 在这里 那 没有 顶部 也 有 有 你不喜欢我 你不是笑我 笑我 跟李乐笑 你太厉害了 你不想我 你大喜欢我 你 哈 可以可以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哎呀我 看一看 性感吗 好 恭喜大家 希望能发现 看我们的小宝贝 清醒 快点啊 一二三